第371章母亲,对于所谓的日月神谷的事情,凌云一概不知。 她只知道,自己虽然将吞天龙族血脉凝炼出来,但是眉心之中那一条沉眠的巨龙却预示着她的血脉之力还未激活。 不过凌云并不着急,吞天龙族血脉已经成功凝炼成功,那激活血脉之力还会远吗? 凌云收起心性,直接回到了百战王朝,这几日,百战王朝蒸蒸日上,伴随着丹阳王朝、天龙王朝和赤焰王朝归顺百战王朝,百战王朝无疑实力大增,虽然之前在三大王朝的攻势下,损伤不少,但现在也算是彻底弥补了回来。 爷爷临宗一直在处理三大王朝归顺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而炎火天尊则一直在外面花天酒地,玩得不亦乐乎。 至于凌云,自然没有浪费时间,一回到百战王朝,便是去查看了一番父亲的情况。 好在父亲并无大碍,于是凌云便是刻不容缓地拿出所有灵药,开始为父亲炼制夺命丹。 这种丹药的炼制十分繁琐,然后就是凌云拥有强大的炼丹能力,也足足炼制了三天时间。 三天之后,一枚乳白色的丹药终于成功出炉。 能够救醒凌亚峰,就全看这枚丹药的药效了。 但好在一切都在往不错的方向发展,至少接下来在凌云苦苦接手在凌亚峰身边两天之后,凌亚峰的身体终于是有了动静,虽然还无法说话, 身体也还动弹不得,但至少凌亚峰睁开了双眼。 在凌云峰双眼睁开的那一刹那,凌云和凌宗都是无比高兴。 接下来几天时间,凌宗派人对凌亚峰悉心照顾。 凌亚峰的情况越来越好,在五天之后,虽然境内境断的四肢还是无法动弹,却至少凌亚峰已经可以开口说话。 一家三代,再度其乐融融,什么,云儿,你的修为竟然已经突破到第五境九重。 当得知凌云的五道修为后,凌亚峰满脸震惊。 他何曾想过,曾经自己九天绝脉,在五道之上毫无希望的儿子,今日会有着如此成就? 甚至差点都激动得眼泪都要掉出来了。 云儿,想必你一定很想知道你母亲的事情吧? 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没告诉你,本来是怕你知道此事后会无法接受。 不过现在看到你成长到这一步,为父知道你已经长大成人了,你有权利知道这一切。 所以为父不想再对你有所隐瞒。 为凌云感到骄傲过后,凌亚峰突然对凌云如此说道。 让凌云顿时间一阵发愣,母亲,这是一个凌云十分陌生的词语,至少从凌云出生起,就从未见过母亲,也从未从凌亚峰口中知道半点有关于母亲的讯息。 但凌云却知道,父亲这么多年一直在思量着一个人。 而那个人定然就是她的母亲,因此,凌云其实也很想知道,她的母亲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会从她一出生起便不见踪影? 凌云满怀期待地望着凌亚峰,凌亚峰顿了顿,似乎很快回想起了以前的画面,脸上不自觉地扬起了一抹笑脸,但这等笑脸一闪即逝。 全集,就听见凌亚峰淡淡地道,我跟你母亲相识与偶然。 那一年我不甘于平庸,独自离开青龙域,去青龙域外游历。 无意间救下了你重伤的母亲,她当时好像被人追杀,是我帮她躲过了一劫。 你母亲的名字叫素颜,我带着她隐姓埋名,悉心照顾她,让她身体慢慢得到了治愈。 也在这过程中,我跟你母亲互生情愫,之后便有了你。 可是,好景不长,在你出生后不久,你母亲突然接到了她所在那个势力的指令, 让她必须要去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那件事她非去不可。 也就在那时候,我方才知道,你母亲原来是日月神谷的人。 说到日月神谷这个名字的时候,林叶峰眼中既有着一丝畏惧,同时也有着一丝愤懑。 父亲,日月神谷是什么势力? 林云十分好奇,日月神谷买青龙域外的一个超级大宗门,实力非常强大。 等你有机会离开青龙域,去往外面更加广阔的世界后,你既然就会知晓她的名号。 林叶峰淡淡地道,那后来呢,林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所有事情。 后来你母亲前去执行那个重要的任务,我知道我拦不住她,所以我只能选择支持她。 而在她离开之前,她曾叮嘱我,如若她半年时间还没有回来,就让我带着你去日月神谷,将你托付给日月神谷照看。 这么做的目的是她担心有人会知道你的存在,从而取你性命。 不过所幸,这么多年过去了,并未有人找到你。 确切地说,又或许是你母亲口中那个想要杀你的人,知道你的情况后,对你放下了杀心吧。 林叶峰说完,林云有点听的云里雾里。 有人要娶我性命,那个人知道我的情况后,对我放下了杀心。 父亲,孩儿没有听懂,林叶峰解释道,罢了,我就全告诉你了吧。 你母亲执行那个任务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半年之后,我按照她的吩咐带着你前往日月神谷,本想将你交托给日月神谷,却不曾想日月神谷却怎么也不承认你是素素的儿子。 当时的我怕真像素素所说那样,有人会杀你,所以极力坚持。 也就在我的坚持下,日月神谷提出对你的血脉和体质做了一番检测。 如若检测结果不凑,他们就可以将你留下。 但结果,你不但毫无血脉之力,而且身体还是九天绝脉,一生注定无法修武。 而日月神谷便是以素素不可能生下这么废物的儿子为由,将你我父子直接赶出了日月神谷。 听到这里,凌云双手不自觉地紧握成全。 他不用想也知道,当年的父亲为了自己,在那所谓的超级宗门面前,一定是受尽了耻辱。 所以,父亲觉得正是因为我乃九天绝脉,所以母亲口中那个想要杀我的人才会选择放过了我。 凌云一问道,凌云双眼神深邃,或许吧,可那些事情,谁又说得准呢? 十多年转眼而逝,你母亲再也没有出现,当日在日月神谷我也曾询问过,你母亲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但日月神谷的人却怎么也不肯告诉我,以至于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你的母亲。 第372章叮嘱,林叶峰满脸愁云惨淡,自己心爱的人,离开了整整十多年,却不知道他在何处,甚至不知道是否活着,这等滋味怎让人好受,父亲,你放心,等孩儿有机会,一定会打听到母亲的下落。 凌云十分坚定地道,云儿,为父今日告诉你这些,并非是想要你去冒险。 一来来是你有权之道,二来则是我希望你以后能够小心一点,现在你突然五道修为大增,而且天赋异禀,我担心林叶峰一脸的凝重。 父亲是担心母亲口中那个想要杀我的人之道后,又恐怕会对我起杀心。 凌云接过话去,他又何尝不知道林叶峰在担心什么,林叶峰果断点了点头,不过事情过去这么多年,而且我们这里离日月神谷也十分遥远,你也不必太过于忧心。 平时多留一个心眼就好,父亲,孩儿知道了,凌云点头,之后,凌云峰又叮嘱了凌云一番其余的事情。 在这过程中,凌云也告知林叶峰,让林叶峰不要失落,假以时日,他一定能够找到办法,将林叶峰禁断的四肢禁术治愈。 对于凌云的话,林叶峰毫不怀疑,再度在百战王朝待了几天时间,这几天时间凌云要么就跟林叶峰和林宗等人待在一起,要么就在皇宫之中自顾自地捣鼓一些什么。 除了掩火天尊,没有人知道林叶在干些什么。 而掩火天尊见到林叶峰捣鼓的东西后,对林叶大为意外。 因为他怎么也没想到,林叶竟然是一名政法大师。 环会构建林叶,对此,林叶只是笑笑不说话,他要构建的林叶是一个防御政法,太阿金强政。 钻不上多么高级,但在小小的百战王朝,甚至整个的南狱,已经算是颇为罕见了。 之所以构建这个林叶,自然也是以防之前三大王朝攻击百战王朝的事情在发生。 有了这个林叶在,就算百战王朝有危险,只要林宗等人进入林叶,开启林叶,那也至少能够保他们一段时间安全。 当然,这一段时间,林叶也听说南狱五大家族发生大变动,南狱金家独霸一方,其余四大家族纷纷倒台,金家一下子就成为了南狱首屈一指的第一大家族。 而且,金家还暗中下令,谁若是敢跟百战王朝过不去,就是跟他们金家过不去,由此来表明他们庇护百战王朝的态度。 以至于中围几大邻边的王朝不但不敢对百战王朝撒野,反而还派使臣过来恭贺百战王朝,主动与百战王朝打好关系。 一下子,百战王朝在南狱的声势提高不少。 对此,百战王朝举伯同庆,也就在这一片喜庆之中,凌云告别林宗和林叶峰,带着炎火天尊,驾驭着小九离去。 少年郎,你之前可是答应过本天尊,要帮本天尊重塑肉身,现在你的事情也暂时忙完了,是不是也该开始着手忙本天尊的事情了? 毕竟,你若是想去杀了上一次在风魔岛的那个漂亮的女娃娃,就是必要先杀了雪魔老玉,而若是没有我的帮忙,单单以你的实力,恐怕连她一根手指头都碰不了。 炎火天尊显然是完够了,此刻也开始变得正经了起来。 说吧,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林云直接开口道,帮炎火天尊,其实也算是变相帝帮自己,炎火天尊重活肉身,显然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施展各种手段,同时舞蹈修为也一定会得到更好的恢复。 这无疑也代表着林云也随之会多了一份安全保障。 帮我打听一下万年前昆墓,或者生死玄珠的下落。 炎火天尊直接开口道道,林云点了点头,但他知道这些东西可不好找。 恐怕比之前的九天仙灵草还难,几天后,林云带着炎火天尊终于到达龙武帝宗。 少年郎,这该不会就是你所在的四大宗门之一的太清宫吧? 青龙玉虽小,但最强的势力也不该这么逊色吧? 炎火天尊遥望龙武帝宗,将龙武帝宗贬低得一不值。 自己看名字,林云指了指山门的地方,在那里,此时已经建立了一座高大的牌匾,上面赫然写着四个大字,龙武帝宗。 不是太清宫,你带本尊来这里干什么?该不会是这里有很多漂亮的小姑娘,你想带我来风流快活吧? 嘿嘿嘿炎火天尊又开始没正行了,林云无语,懒得搭理炎火天尊,林云直奔龙武帝宗内部而去,并且很快找到了王旭。 见过宗主,王旭对林云十分客气地形礼道,但这让炎火天尊为之恶然,宗主,你是这龙武帝宗的宗主,你不是百战王朝的人吗?不是太清宫的弟子吗? 谁说百战王朝的人和太清宫的弟子就不能是龙武帝宗的宗主了? 林云白了一眼炎火天尊,他并未打算对炎火天尊有所隐瞒,确切地说,林云以后还想着拉拢炎火天尊,让他镇守龙武帝宗。 随后,林云又立即向旭老介绍道,旭老,此虽然是我的朋友,不过你们不用搭理他,也不要给他搞什么特殊照顾,更不能让他在宗门内为所欲为,特别是宗门漂亮一点的小姑娘,让他们躲着他越远越好。 旭老一正,炎火天尊同样一正,当然,这些都是玩笑话,炎火天尊自既然是林云的朋友,旭老当然就会好生招待。 而炎火天尊虽然抱怨林云没良心,但林云接下来一开口便是让旭老发动龙武帝宗所有力量,尽快打听万年前昏墓和生死玄珠的下落,如若有消息立即通知他。 所以,炎火天尊也就没有再跟林云计较什么。 之后,林云将自己星辰戒指中那数不胜数的空间袋全都拿了出来,那些空间袋大多几乎都是从四大宗门弟子手中抢过来的。 还有一部分是当日戚风大比林云下赌注迎回来的。 林云将他们全都交给了旭老,让旭老将其中的东西分门别类,然后为宗门所用。 当所有东西从空间戒指中拿出来,整整填满了整座一室大厅。 特别见到里面不乏各种奇珍异宝,旭老当场吓了一大跳。 随后而来的几大长老和风华等人也全都吓了一跳。 林云见怪不怪,随后再度跟他们聊了一些宗门相关的事宜之后,便让旭老安顿好炎火天尊,他自己则直奔建制所住的住所。 第373章第二道禁制,龙武帝宗。 一个幽静的庭院之中,梁亭内,两道少年正经微坐,在他们面前的石桌上摆放着一颗千年雪灵芝。 毫无疑问,这两人正是林云和建制,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调息,建制已经自己清醒了过来。 虽然换成了乌蒙的身体,但是却依旧还是那个沉闷,不爱说话的他。 以至于林云过来找到他后,两人大眼瞪小眼,空气皆无比安静。 左姓林云感觉到,建制的灵魂已经跟乌蒙的身体彻底融合在了一起,毫无排斥作用。 指示人虽然醒了,但是他的武道修为却大不如之前,如今只是在零武进阶段。 因此,林云便是指着石桌上的千年雪灵芝道,建制,尽快炼化这枚雪灵芝,用不了多久, 你就应该能够恢复实力。 建制文言,眼神轻轻地看了一眼雪灵芝,随即淡淡地点了点头。 脸上看不出任何兴奋之色,正乌蒙身怀无上玄体。 你在炼化吸收这颗千年雪灵芝的时候,最好也要尽量尝试控制一下这种无上玄体。 如若以后能够发挥出其作用,对你应该有莫大的好处。 至于你的雪脉之力,那我暂时也无能为力。 林云再度开口,乌蒙的无上玄体不错,如若建制能够掌握,对她来说绝对是不小的好处。 至于建制之前的雪脉之力,由于换了一副躯体,以至于她体内流淌的也不再是她以前的雪脉, 因此林云现在也无法帮助建制将雪脉之力找回来。 对于林云的话,建制这个闷葫芦依旧只是轻微地点了点头。 尽好林云知道建制的心性,否则跟建制聊一次天,非得吐一次雪。 之后再度在建制的住所待了一段时间,林云便是另外找了一个庭院住下。 接下来,林云依旧忙得不可开交,上一次,她回到龙武帝宗的时候,招揽了风华宗的一名阵法大师谭韵, 并让她打造了一个修炼阵法,不过只是让她将阵法的基础部分构建成成功。 林云去检验了一番,勉强达到了自己的要求。 接下来最为重要的部分,自然就要林云亲自出手了。 林云没有吝啬,让谭韵待在自己身边,让她学习自己的各种构震手法。 谭韵自然乐此不疲,于是,整整四天时间,林云一度耗在构建这等修炼大阵之中。 四天后,阵法终于构建完成,林云松了一口气,并且叮嘱谭韵自己好好回顾一下她的构震过程。 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就来询问她,如若觉得自己没有问题了,那就尽快在总门内再构建一个修炼大阵出来,而且这一次将全权由她一人构建。 谭韵兴奋不已,接下来几日几乎是日日骚扰林云,各种问题不断,林云之无不言,一一为其解答。 毕竟,一个修炼大阵对宗门来说太重要的。 林云所构建的这个修炼大阵叫做四象阵。 因为这个修炼大阵之中一共有着四个幻境,天梯一共数万台阶,直插云霄,用来锻炼弟子的耐力和毅力,利用瀑布冲击来锻造肉身,可以为宗门弟子打下良好的基础。 这是一个宗弟子修炼武学的幻境,幻境之中有奇经八脉图,有百学图,有血液循环图,有大周天小周天的运转规律等一切有关于武学的东西。 在理念修炼武学,可清晰地发现自己修炼的不足,从而改进,让修炼过程达到事半功倍的地步。 这是一个历练之境,在万沙大阵幻境之中你会见到各种敌人,或人类,或妖兽,或兄弟等等,可以让弟子在还未离开宗门之前,就先行领略一番生死存亡的经历。 这个阵法目前只能算是粗制滥造,至少在凌云眼里难等大雅之堂。 不过,对龙武帝宗现在的弟子来说却是非常不错的修炼场所。 因此,在阵法构建成功后,凌云便是让旭老在龙武帝宗中进行了一次选拔大会。 目的自然就是选拔出门中优异的弟子,打造一只精英弟子,从而让这些精英弟子先享受宗门的最好资源。 比如说这修炼大阵,又比如说之前凌云带回来的各种珍贵宝物。 坚强一批弟子,再让这批弟子带动其余弟子也强起来。 总之,目前阶段,龙武帝宗的主要任务还是继续提升实力。 等实力上升到一定程度,方才开始继续扩宗造势。 左卫不飞则已,亦飞冲天,卷拔大会很快结束,五十名弟子成为了幸运儿。 这五十名弟子修为都是在第五三四重之间,比之前的龙武帝宗强了不少。 凌云可记得几个月前,龙武帝宗最强弟子也不过第五进一二重,而且第五进以上的人数加起来也才四十人,十分寒碜。 凌云给他们制作了一套训练任务,凌云给他们的任务,正是一伙任务。 凌云之前进入太清逆境后,魏魁帮自己找到了一伙时所在的具体位置,在那里很有可能就有着一伙。 凌云打算将这个任务交给这一批精英弟子,也算是对他们的一种历练。 这一日,天朗气轻,凌云难得清闲地坐在院子中晒着太阳,去老突然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这不由得让凌云眉头一皱,续老,发生什么事了? 王旭递过来一张羊皮卷,那赫然正是凌云之前给他用来启动九燕烈火阵的羊皮卷。 宗主,你快看一看这羊皮卷,我总觉得这上面最近突然有着一种奇怪的波动,而且这种波动越来越明显。 王旭满脸疑惑地道,凌云接过羊皮卷,细细地打亮了一番,也确实感受到了一丝波动,那是静止的波动,凌云记得,这羊皮卷上有着两道静止。 上一次他解除了第一道静止,获得了九燕烈火阵。 但当时他修为太低,还无法将第二道静止解除,而如今正是第二道静止产生了巨大的波动,仿佛那静止要自行被某一种什么力量冲破了一般。 这不由得让凌云也大感意外,旋即魂力涌入羊皮卷上,同时手印变化,打算将第二道静止解除。 第374章上古宝器,在凌云的印法之下,羊皮卷上的第二道静止很快就消灭。 也就在静止消失之时,一股信息突然冲入了凌云的脑海之中,那股信息记载的是一种叫做古神塔的上古宝器的介绍和开启方法。 上古宝器,单单是这四个字,就已经让凌云心神微微一震了。 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宝器,那威力可不是现在所谓的玄疾宝器和真宝疾宝器等可以相提并论的。 凌云没想到这羊皮卷中竟然记载了这种上古宝器的开启方法。 此外,信息之中也写明了古神塔的来源。 数百年前,龙武帝宗的前身,也就是祭器宗的开山祖师爷祭器真人,无意间在一处绝地之中找到的古神塔。 但在那一处绝地之中,祭器真人身受重伤,命不久矣。 他希望有人将古神塔和他的祭器手段继承下去。 于是便是在此地开创了祭器宗,并构建了一个护宗大镇,九燕烈火镇。 他担心九燕烈火镇和古神塔会失传,因此特意将九燕烈火镇的开启方法和古神塔的使用方法,用两道禁制封印在了这张羊皮卷中,供给后人学习。 只有历代祭器宗的宗主才有机会接触禁制,得到护宗大镇和古神塔的开启方法。 只是,沧海桑田,祭器真人不久后便是陨落,这羊皮卷却在历代祭器宗宗主的流传下渐渐失传。 恐怕那祭器真人做梦都没有想到,数百年后,祭器宗越发没落,而九燕烈火镇和古神塔无人掌控,最后反倒是便宜了我吧,或许这也是一种缘分。 凌云心底沉吟,同时好奇,那所谓的古神塔现在在哪里?在龙武帝宗待了这么久,凌云可从未听说过龙武帝宗还有这么好东西。 凌云询问了一番王旭,王旭也是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 这道也并不奇怪,王旭和自己几乎同时来到祭器宗,对祭器宗的事情不太了解也非常正常。 于是,凌云立即让旭老将祭器宗的大长老请了过来。 大长老鲁朝如今对凌云十分心悦臣服,一听见凌云找他,立即避躬避禁地就跑了过来,而听见古神塔三个字的时候,鲁朝顿时间面色一鸣。 见状,凌云知道鲁朝定时知道古神塔,只要他知道,那一切就好办了。 于是凌云心头一喜,问道,大长老,说说吧,古神塔现在在何处? 宗主,我旭器宗不对,我龙武帝宗以前确实是有着一尊叫做古神塔的宝物,只是那宝物十分奇特,百年来无人知道它的使用方法。 久而久之,那宝塔就被宗门视为废塔。 几年前,季器宗跟一个叫做阴鬼门的三流宗门发生冲突,季器宗自然不敌阴鬼门,为了宗门的安危着想,前宗主,也就是之前被你杀了的季城峰,便将古神塔拱手馈赠给了阴鬼门,方才平息那次冲突。 鲁巢面色难看地道,这毕竟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凌云心底就彻底无语了,上古宝器就这么送人了。 那季城峰还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蠢货。 季器真人如若知道这件事,估计能气地从坟墓里跑出来大骂一顿季城峰。 古神塔乃是季器宗开山祖师留下来的镇宗之宝,岂能就这样拱手于人。 虽然现在我季器宗改名龙武帝宗,但如若没有开山祖师,那也不会有现在的龙武帝宗,所以那古神塔我们龙武帝宗一定要拿回来。 林云一本正经地道,鲁巢眉头紧皱地摇了摇头,宗主,此事最好还是从长计议,因为那阴鬼门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区区一个三流宗门罢了,有何不好对付? 林云不解鲁巢在怕什么? 三流宗门,跟之前林云收服的风华宗同一级别。 风华宗最强之人便是宗主风华,但那也不过是第五境六中后期而已,这点实力在林云面前根本不够看。 宗主,您有所不知,阴鬼门见宗旗有区区数十年,却能够在青龙玉殉集成为一个三流宗门, 那完全是因为他们附属在了一个二流宗门之下,受到了那个二流宗门的庇护,也因此,其余势力根本不敢招惹他们。 可以说,阴鬼门在附近一带,绝对是所有三流宗门中的霸主。 鲁朝说出了他担忧的缘由,那二流宗门的实力如何,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大概了解一下对方的情况总不会有错。 宗主,青龙玉内,二流宗门一个有十个,而因鬼门附属的二流宗门,叫做青云殿,其殿主早已是一名天武境强者,而底下的四大长老也早已是第五境九重后期武者。 而且,单单青云殿的普通弟子也是我龙武帝宗所有弟子十倍左右。 鲁朝回答道,在他眼里,龙武帝宗若是想要招惹青云殿,那绝对是四取灭亡。 这等实力倒还真有点可怕,凌云点了点头,以他现在的修为,面对天武境武者无异于就是蝼蚁队大象。 就算让现在的炎火天尊出手,也多半难以与之抗衡。 毕竟,炎火天尊虽然实力不错,但如今的灵魂寄居在陆尘体内,这本就对他的灵魂有不小的损伤,不到危难的时候,灵云不会让他出手。 就算让他出手,炎火天尊恐怕也不会干。 宗主,现在龙武帝宗正在上升阶段,我看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了一个毫无用处的宝器冒这么大的险。 王旭也在一旁建议道,龙武帝宗这一段时间发展迅猛,王旭和大长老都是看在眼里,他们自然不希望龙武帝宗就此夭折。 然而灵魂却摇了摇头,古神塔必须要尽快拿回来,既然这羊皮圈上的第二道尽致有了被冲破的迹象,那就只能说明一种情况,古神塔受到了一些强大的外力冲击,那等冲击或许已经对古神塔造成一定程度的损伤。 灵魂可不希望一件上古宝器就这么白白被人遭剑了。 可王旭和鲁朝都是面露难看,但都没有多说什么,龙武帝宗的三条宗训中有一条就是,谁敢忤逆宗主的决定,杀。 放心,我不会拿龙武帝宗冒险,古神塔,我孤身一人前去拿回来即可。 灵魂自然是比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龙武帝宗陷入危机。 所以,这件事他只能以个人名气独自前去,不能动用宗门力量。 第375章让你们门主来见我,事不宜迟,说动身就动身。 去一个区区三流宗门,灵魂自然也不会兴师动众地将炎火天尊带上,只是驾驭着小九,朝着大长老鲁朝给的鹰鬼们的具体方位而去。 大半天之后,灵魂便是来到了鹰鬼门的山门之前。 鹰鬼门看上去到也还算气派,战地比龙武帝宗整整大了好几倍,随处可见的弟子,实力比龙武帝宗的弟子要强上一些。 至少之前灵魂以为这鹰鬼门应该跟同样是三流宗门的风华宗差不多。 但现在看来,风华宗差远了,这鹰鬼门的实力比风华宗强了不是一星半点。 一走到鹰鬼门正门处,几名守门的弟子上下打亮了一番灵魂,见灵魂穿着朴素,而且年纪轻轻,当即怒喝道,哪来的香巴佬,给我滚远点,鹰鬼门岂是你能践踏的地方。 双影号点,此话一出,灵魂心头顿时间就冷了下来。 尼玛,自己准备来鹰鬼门大干一场,还未动手,就被鹰鬼门区区守门弟子给鄙视了。 不过,几个小罗罗,灵魂也懒得跟他们动手,当即吼道,去将你们鹰鬼门的门主给本少叫出来,本少有重要的事情要找他谈谈。 灵魂的话,可谓是石破天惊,不但让守门弟子冷笑不止,更是让周围过往的鹰鬼门弟子对灵魂大肆嘲笑。 又是刚刚呵斥灵魂的那名守卫,他冲着暴怒道,小杂碎,你非要找死是不是? 我们门主有多忙你知道吗?如若用银子来衡量的话,分分钟上百万,你耽误了他的时间,你赔得起吗? 滚,有多远滚多远话还未说完,灵魂一巴掌就已经甩了出去。 啪,清脆无比的一道巴掌声在鹰鬼门的山门出响起。 随即而来的就是凌云冰冷的鹤道,你们门主分分钟上百万。 那你知道本少爷分分钟多少吗?分分钟上千上亿万,你们这些不长眼的狗东西耽误了本少爷的时间,你们赔得起吗? 周围的人鹰鬼门弟子都是为之恶然,一个乳秀未干的矛头小子竟然敢动手打鹰鬼门的弟子。 还说着自己分分钟上千上亿万银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巴掌声活腻了,想到鹰鬼门来找死,这种香巴老,老子一根手指头就可以随随便便地弄死他。 周围众多弟子品头论足,凌云的武道气息远远超过了他们,这些人自然就无法察觉出凌云的真实实力,也正因此,他们一致认为凌云就是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乡野小子罢了。 只是,他们话还未落阴,凌云的身影却突然消失在了原地,等他们回过神来,凌云已经出现在了众弟子身前。 是你刚刚说我不知天高地厚,凤,凌云一拳下去,那弟子脑袋直接被凌云轰爆了。 奸血四剑,也让其余弟子瞳孔一阵收缩,惊世骇俗,但凌云却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 是你说我活腻了,来因鬼门找死,砰,又是一拳,一名玄武进八重的弟子当场弃绝身亡。 是你说我是香巴佬,你一根手指就可以弄死我。 凌云一把抓住那弟子的两只手,任凭那弟子怎么挣脱都挣脱不了。 随即,咔嚓,只听见一道道骨头碎裂的声音,那弟子十根手指全都断掉,痛苦万分地倒在地上打滚。 什么,其余弟子见状,无不惊恐万分,眼前这小子的手段实在是太灵俐了,太狠辣了。 还有没有人发表意见,如若没有,那就马上进去将你们碎缩头乌龟一般的门主给我叫出来。 凌云一声高鹤后,周围弟子纷纷逃命似的逃入了阴鬼门中去。 不多时,一群人就从阴鬼门内走了出来。 为首的是一名第五进七重的老者,你就是阴鬼门门主。 凌云冷冷看着他,对方却直接摇了摇头,森冷的目光上下扫视了一番凌云,不知阁下是什么人。 竟敢来我阴鬼门闹事,我乃阴鬼门执法长老,如若你今日不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法,那我阴鬼门也绝对不会侵扰你。 你不是阴鬼门门主,那你装个毛线,给我滚,凌云目光一领,左眼催动,一道暗灰色的光束便是从其左眼处暴射而出,朝着那执法长老轰击而去。 什么,放肆,那执法长老眉宇间一团怒火熊熊燃烧,仰手一番,一套全法五学亮出,与光柱狠狠冲击在一起。 下一刻,却在众人诧异无比的眼神中,那长老的身体直接倒飞了出去,重重地砸在地上,竟然是直接重伤了。 可恶,这小子不简单,所有弟子听着,摆震,执法长老怒不可遏,在他说完,他身后数十名弟子立即站了出来,所有人纷纷拿出兵器,然后将体内的灵力毫无保留地暴涌而出,随着这等手段,天空之上立即出发。 出现了无数利剑。暴雨连环剑阵,伴随着那些弟子一口同声抱贺,一道道剑光就如同暴风骤雨一般朝着凌云的身上暴射而来。 脚菜一叠,凌云淡淡一笑,进步躲不闪,甚至还将双手环抱在胸前,做出一副任人宰割的模样。 只是,当无数灵力无比的剑光落到凌云身上,所有因鬼门的弟子都以为凌云必死无遗了,却万万没想到,他们的那些利剑如同落到铜墙铁壁上一般。 竟然对凌云丝毫没有造成半点影响,不但如此,凌云反手甩出一个罗盘,罗盘高速旋转,周围一个个气旋产生,当罗盘飞入众多弟子之间,接近于珍宝及宝器的威力毫无保留地释放而出。 啊,惨叫声顿时间惊鸿一片,不过续于之间,三分之二的弟子就全都被那气旋斩杀而死。 剑场一片雪光四射,毫不惨烈,余下的弟子瞠目结舌,这一刻甚至连呼吸一下都不敢。 不见棺材不掉泪,我再说最后一遍,立刻去将你们阴鬼门的门主叫出来见本少,如若不然,今日本少就踏平你们整个阴鬼门。 凌云收回灭新罗盘,以一种足以灭杀苍生的气势看向余下的阴鬼门弟子。 够了,也就是在这时,一道雷霆鲍鹤从阴鬼门内转来,旋即便可见一道身影,由远即近,急匆匆地略至众人身前。 第376章学习阴鬼门,来者依旧是一名老者,气息比刚刚的执法长老要强上一些。 你是阴鬼门的门主。凌云继续问道,但那老者却还是摇了摇头,我乃阴鬼门太上长老,不知这位小友今日来我阴鬼门所为何事。 为何在我阴鬼门如此大开杀戒?凌云一听到对方还不是门主,顿时就不痛快了。 要找自然就要找最有话语权的人。谁是你小友,小友这个称呼也是你能叫的,马上叫你们家门主滚出来,否则我可没那么多耐心继续等下去。 凌云十分霸道,这等态度虽然阴鬼门的人愤闷,他们阴鬼门何曾受过这等欺凌? 但想到凌云刚刚的手段,他们只能忍气吞声,包括那名太上长老,此刻也只能哑巴吃黄莲一般的继续对凌云道,实在是不巧,我们门主最近刚好有事情外出了,如今的阴鬼门的大小事情都有本长老全权决定,不知你有什么事情。 直接跟我说就行了,凌云眉头一挑,自己来得这么不是时候,罢了,凌云便是直截了当地问道,几天前,我去一个叫做济气宗的小宗门打劫了一番,听说他们几年前将一件阵宗之宝,好像是叫什么古神塔来着,送给了你们阴鬼门,不知道有没有这件事。 之所以说打劫寄气宗,无疑就是将此事跟龙五帝宗撇干净。凌云不是杀人狂魔,今日也没必要闲得淡藤将整个阴鬼门数万人全都杀人灭口。 况且,这些小罗罗凌云也不屑于杀,那太上长老眉头紧锁,稍作思量,随即不太情愿地点了点头,确确有其事。 本少爷对那古神塔十分感兴趣,如若你们阴鬼门现在将其交出来,那本少爷就放你们阴鬼门一马,如若不然黑黑凌云露出一个碟穴的笑容。 所有人都明白他话中的意思,太上长老愁云惨淡,那那古神塔一直由门主大人保管,并不在阴鬼门。 哦,那你家门主现在在什么地方,今日事情既然有了开端,自然就不可能停手。 否则等下一次再来动手,阴鬼门一定有所防范,古神塔可就没那么容易拿回来了。 在凌云询问之后,太上长老犹豫了好一会儿都没有回答,俨然是担心凌云会去找他们门主的麻烦,不想出卖他们门主。 枪枪,凌云二话没说,直接青龙战舰就拔了出来。 珍宝吉宝器的战舰之威扩散开来,让阴鬼门所有人都是面色大变。 门主他他听说落日牙内出现了异象所以他就带领一些门下弟子去了落日牙。 太上长老终究还是在凌云的淫威之下选择了妥协。 落日牙,凌云满脸狐疑,接下来,他很快又从太上长老的口中弄清楚了落日牙的具体位置, 还得知这一次落日牙之行,不仅仅只是阴鬼门的人前往,还有其余一些三流宗门的人,甚至二流宗门青云店也派了人前往。 对此,凌云对于那所谓的落日牙就更感兴趣了。 不但可以去找阴鬼门门主拿回古神塔,还可以看一看那能够让其余宗门都颇为感兴趣的意象到底是什么。 得知落日牙的位置后,凌云就打算离开,见到凌云转身要走,阴鬼门的太上长老和众弟子都是松了一口气。 可这口气刚松下去,立即就又提了上来。 因为刚没走几步的凌云突然又转过身来。 太上长老是吧,你确定那股神塔在你们门主身上,看你一把年纪了,记忆力应该不怎么样了吧? 为了防止你可能记错了,这样吧,带我去你们阴鬼门的藏宝阁之类的地方,我要亲自去验证一番。 既然来了,那无论如何都要弄点东西走。 将阴鬼门所有宝物全都抢光,也算是为以前的记忆宗报仇了。 阴鬼门的太上长老和其余弟子听见凌云的话后,又想到凌云之前说他前几日去抢劫了记忆宗等事情,自然就明白了凌云此举的目的是什么。 当即,那不断从阴鬼门内闻讯赶来的阴鬼门弟子几乎都是一份填膺。 长老,这小子太狂妄了,他竟然如此不将我们阴鬼门放在眼里,那我们阴鬼门又何须忌惮他? 长老,请下令吧,我们阴鬼门弟子必定同仇敌忑,一起将这小子就地正法。 赶来我们阴鬼门撒野,绝对不能让他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了,更不能让他在我们阴鬼门为所欲为。 无数的反抗声不觉入耳,太上长老面色凝重,他何尝不想将凌云千当万寡,但想到凌云刚刚只是一招,就将第五尽七重的执法长老重伤,不由得满心犹豫。 然而,还不待他做出决定,凌云却抢先动手了。就凭你们也想杀我,那今日我就学洗了你们阴鬼门,声音响起的同时,凌云那不知何时已经高高举起的青龙战舰就流已经斩了下去。 丘修修,无尽的剑意,将整片天地笼罩,剑意纵横,不过虚余之间,就狂袭四方。 随即疯狂地朝着阴鬼门的弟子暴轰而去。 什么,天阶上乘武学,太上长老为之恶然,讲要叫所有弟子助手,但一切都晚了,那股剑意涌动之下,阴鬼门众多弟子相继倒下,痛苦哀嚎,死伤无数,尸体满地。 而饶就是太上长老,被那股剑意袭击的他,也是重伤在地,毫无还手的余地。 现在,还要妄想杀本少吗?凌云一世独立,整个人依旧站在原地,但此刻他的身影在所有人眼里,却如同一尊杀神,恐怖如斯。 这一刹那,没有人再敢有任何妄言,以至于接下来凌云几乎是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了阴鬼门的藏宝阁。 乖乖,果然好东西不少,凌云毫不客气,将所有稍稍看上眼,对龙五帝宗有用的东西,全都收入了自己的星辰戒指。 一番洗劫后,本来宝物满满的藏宝阁瞬间空空荡荡。 只不过,凌云确实没有见到古神塔的影子。 既然如此,那就再去落日牙走上一遭吧。 凌云淡淡一笑,挟着阴鬼门所有好东西扬长而去。 但他的身影却在所有阴鬼门的弟子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第三百七十七章在玉玉女工长老,落日牙,位于落日山脉之中。 落日山脉,乃青龙玉教为有名的几大山脉之一。 这里是冒险者的天堂,更是冒险者的地狱。 无数武者葬身于此,无数武者也在此获得了莫大的造化。 从阴鬼门至落日山脉,整整耗费了凌云一天的时间。 一天之后,终于是到达了落日山脉。 而一到落日山脉,一股十分熟悉的气息突然涌入了凌云的身体之中。 也正是这股气息,让凌云整个身体都是猛的一阵,神色间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激动感。 这是龙武剑的气息,怎么可能? 凌云心底沉吟,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太可能。 前世,他以自暴的方式跟将弱血同归于尽,而他身上的所有宝物,包括龙武剑也随之一起自暴。 如今自己重活一世,龙武剑怎会出现在这小小的神武大陆上? 莫非是我感知错了? 这等气息只是跟龙武剑的气息相似。 凌云眉头紧锁,心中狐疑,但目光却锁定了那股气息传来的方向,正是落日山脉中心的位置。 无论是不是龙武剑,凌云也都要过去看个清楚。 如若是,那再好不过,如若不是,那也求一个心安。 于是,凌云驾驭着小九,迅即朝着那股气息的方向而去。 恰恰那个方向也正是落日崖的方向,只是,刚飞行到一半,有两只剑鹰突然从凌云左右方靠近,随即将凌云和小九夹击在了空中。 凌云心头一冷,便是见到两只剑鹰背上,各自占了十多名弟子。 而且,每一只剑鹰头上都有着一个标志。 那标志上还分别写了几个大字,左边剑鹰的标志上写着玉顶宗,右边剑鹰头上的标志则写着归原宗。 显然,这是两个宗门的剑鹰和弟子。 此时,两个宗门弟子的眼神却一刻也没有从小九身上挪开过。 只听见玉顶宗的弟子议论了起来,哇塞,好牛逼的火凤凰。 一看就知道不是寻常妖兽,这火凤凰比剑鹰帅多了,如若我们能够驾驭这等火凤凰到达洛日牙,一定会其余所有宗门的人刮目相看。 我宣布,从现在开始,这火凤凰是我玉顶宗的了。 在玉顶宗弟子目露贪婪,话语不断的时候,归原宗的弟子也没有闲着。 这火凤凰如此罕见,一定不能让玉顶宗的人抢走了。 就是,这火凤凰是我玉顶宗的,如若宗主知道我们弄到这么一只火凤凰,一定会对我们崇重奖赏。 别说废话了,先下手为强,不要让玉顶宗的人截足先登了。 这两个宗门弟子的议论声让凌云心头就更冷了。 这是赤裸裸地忽视自己啊,自己看起来就这么差。 与此同时,归原宗的弟子果然先行开枪,对凌云喝道,小子,你这火凤凰不错,我归原宗看上了,用我们这剑鹰跟你的火凤凰做交换,想必你没有意见吧? 剑鹰换火凤凰,亏你说的出口,在凌云心中,一千只,一万只,甚至一亿只剑鹰都无法跟小九相提并论。 与此同时,另一边玉顶宗的弟子也开口了,我说你们归原宗也太没有诚意了吧? 区区一只剑鹰也想让这位小兄弟跟你们交换火凤凰。 小兄弟,我玉顶宗愿意在用一只剑鹰跟你作为交换的同时,再额外给你一千两银子。 此话一出,凌云已经忍无可忍了,当即就冲着两个宗门的弟子大声吼道,都给我滚,滚自从凌云口中道出,如同一道惊雷突然凭空乍响,让两大宗门的弟子都是愣了一下, 俨然都没有想到,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子竟敢如此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玉顶宗的弟子不爽地喝道,不知天高地厚,以为驾驭一只火凤凰就可以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归原宗的弟子同样是义愤填膺,但凌云却没那么多耐烦心了,不滚是吧,那就统统给我去死吧。 凌云忍无可忍,不再隐忍,仰手一翻,黑就夺天宫便是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踪踪踪,数剑齐发,天空之中,破风声陡然大起。 每一只灵剑,如同流星划过天际,什么,珍宝吉宝器,这小子不简单,快跑。 玉顶宗的弟子立即反应过来,驾驭剑音就要逃跑,只是凌云的灵剑和等之快。 区域之间,便是射杀了几名玉顶宗的弟子,同时将玉顶宗弟子驾驭的那只剑音直接射杀,令得那剑音和其余几名存活的弟子承直线掉下了落日山脉之中。 玉顶宗的人见到这一幕,无可谓不惊恐。 以更快的速度驾驭剑音逃跑,但凌云的眼神却已经锁定了他们,手中的灵剑更是瞄准了他们身体致命的位置。 踪踪踪一道道灵剑射出,仿佛将天空都要撕裂一般。 快用剑音抵挡,玉顶宗的人剑撞,自知躲无可躲,只好利用剑音那庞大的身躯,生生将凌云射出的数剑抵挡了下来。 但在这数剑之下,那剑音直接命运,身子直线掉落。 归原宗的弟子自然也随之掉下了落月山脉之中。 剑音的飞行高度也有四五十米高,虽然那些弟子都是第五进三四重的弟子,但却无法玉空飞行,就这么摔下去,想必不死也会重伤,运气好点,或许才能够活下来。 凌云也懒得去管这些路人甲乙丙丁的死活,继续直奔朝着落月山脉中心的位置而去。 越往中心区域,凌云发现山脉之中的人影就越多。 而且这些人大多也都是朝着山脉中心区域的落月崖而去。 也就在这些人之中,凌云无意间见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那是一道二十多岁的女子,身材火辣,风韵有存。 赫然正是之前前往百战王朝,根据宝阁就与清仙灵路达成协议的玉女工长老,子秒。 之前因鬼门纳太上长老说,这一次落日衙之行,二流宗门的青云殿也会派人过来, 却没想到,同样是二流宗门的玉女工竟然也派人来死了。 从此更加可见,那落日衙的意向恐怕确实不简单。 只是,此时的子秒和其余几名玉女工弟子似乎遇到了一些麻烦, 竟被另一个三流宗门的弟子重重包围了。 这就让凌云疑惑不解了,玉女工明明是青龙玉二流宗门, 既然是二流宗门,岂会被一个三流宗门的弟子欺负到头上。 带着这种疑惑,凌云让小九靠近过去。 第378章不然怎么样? 雷坤,你们雷云宗想干什么? 竟敢打我玉女工的主意。 丛林之间,子秒面色低沉无比地低吼道。 得到的,是对方一名中年男子阴冷的笑声,子秒。 你当真还以为你们玉女宗还是以前的玉女工? 还是二流宗门? 谁不知道一个月前,你们玉女宗遭受重创, 不但公主被杀,而且差一点被灭门。 你们玉女宗现在恐怕连三流宗门都不一定算得上巴, 而你子秒不过区区玉女宗一个外公长老, 你还拿什么嚣张? 此话一出,子秒等玉女宗的所有人都是面色意涵。 雷云宗这些人中,最强之人便是雷坤, 实力在第五境七重。 其余十多名弟子也大多都是第五境三四重之间。 而玉女宗一共七人,子秒不过第五境四重, 其余六人,虽然也有一人是第五境七重, 但余下五人的实力都跟子秒差不多。 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在综合实力上, 都不如雷云宗。 跟他们拼了, 这是玉女宗中那名第五境七重的女子开口。 然后,所有玉女宗弟子都摆出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 打算跟雷云宗弟子决一死战。 却在这时, 有破风声从天而降, 宗宗宗, 众人心头一紧, 猛地抬起头, 却见到有无数根零件从天而降。 那一根根零件, 迅如奏语, 势如破竹。 暴射而来, 让所有人都是满目惊疑, 却也在这等惊疑中, 无数零件全都精准无比地落到雷云宗等人的身上。 拳击便是一道道惨叫, 啊啊啊, 数道惨叫过去, 就可见周围雷云宗的弟子全都倒了下去, 唯有雷云一人上有一口气在, 但身体却也已经身受重伤。 嗖, 又是一道零件射来, 一剑爆头, 雷云也死了, 呲, 玉女宫众人都是猛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虽然这些零件出其不备, 毫无预料, 但这也太杀伤力也实在是太强了。 与此同时, 所有人都是忍不住往空中望去, 却见到一道火红色的身影, 那赫然是一只巨大的火凤凰。 在火凤凰背上, 还有一道少年的身影, 那少年年纪轻轻, 却给人一种锋芒毕露之感, 也给子鸟一种熟悉之感, 是他, 子鸟心头猛颤, 只是下一刻, 那道少年没有任何停留, 驾驭着火凤凰就匆匆而去。 没想到玉女宫竟然差点被灭门, 天空之中, 凌云南南而道, 武道世界就是这么残酷, 优胜劣汰, 每天都有无数势力崛起, 也有不少实力没落, 虽然救了玉女宫等人, 但是他并没有下去跟玉女宫等人做过多交涉, 没有必要, 也不想浪费时间。 不久之后, 凌云终于抵达了落日芽, 那是一个巨大的芽壁, 如同天窃一般, 突兀地出现在了整个落月山脉之中, 芽壁之下深不可测, 恍若万丈深渊一般, 而之前那股熟悉的气息, 正是从那芽壁之下传来。 此刻, 整个芽壁下方都被一片诡异的死气笼罩, 让人丝毫不敢靠近半分,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等死气气息正在不断地减弱, 似乎用不了多久就会慢慢消散。 而在芽壁上方的一片空地之上, 此时驻扎了不少宗门势力, 这些宗门势力毋庸置疑都是在等待着芽底的死气消散, 然后好进入芽底。 凌云从天而降, 也落在了空地之上, 当众人见到火凤凰的时候, 无数道目光都是忍不住往凌云这边望了过来。 毕竟, 能够驾驭火凤凰这等作技, 实在是太扎眼了。 不过, 当众人的眼神落到凌云身上时, 都是不禁目露一丝轻蔑之色。 远然, 他们认为凌云不过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小子罢了。 于是, 所有人都收回目光, 自己该干嘛干嘛。 可就在这时, 凌云却一声爆喝, 惊扰了所有人。 因鬼门的人在不在, 说着这句话的时候, 凌云丝毫没有压低嗓子, 甚至可以说是故意扯着嗓子。 以至于所有宗门势力的人都是眉头紧皱, 他们大多人都是在休息, 养精蓄锐, 准备迎接接下来的雅底争夺大战, 自然最讨厌被人打搅。 而当他们见到那惊扰他们的人是凌云这等乳秀未干的小子时, 他们脸上的不爽无疑就更加浓郁。 哪来的小子, 在这里吵吵闹闹, 不想活了是吧? 要找人滚一边去找, 嚷嚷什么个劲, 滚蛋, 别让我再看到你, 否则众多势力中人都是怒斥凌云。 但凌云却恍若充耳不闻, 继续扯着嗓子大声喊道, 因鬼门的人到底在不在, 在的话就直接站出来, 本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们商量。 这无疑就让其余势力的人更加怒气上涌了。 不识好歹是吧, 自以为是是吧, 将所有人的话当耳边封是吧。 一名虎背熊腰的男子立即站了出来, 用一种凶恶地眼神看着凌云, 二话不说, 那铁锤一般的拳头就朝着凌云挥舞了过来, 其余人都是一阵冷笑。 在他们看来, 光是那一拳都足以让凌云一命呼呼。 只是, 那男子一拳雷霆轰出, 却出人意料地落空了。 不但落空, 凌云脚下轻轻一横, 那男子更是直接碰得一声摔了下去, 整个人摔了一个狗啃屎, 牙齿都掉了几颗。 怎么回事, 所有人都是一愣, 但凌云却依旧若无其事地吼道, 因鬼门的缩头乌龟, 有种的话就马上滚出来见老子。 随着声音的响起, 那虎背熊腰的男子则是不服气地站起来, 再度对凌云轰出一拳。 竟然还是落空了, 依旧碰得一声, 莫名其妙地重重砸在了地上。 牙齿都几乎要掉光了, 满嘴血水, 惨不忍睹。 与此同时, 凌云的声音继续高喊, 因鬼门的软淡门, 速速滚出来瞻仰一下本嫂的神威, 舔一舔本嫂的脚趾, 膜拜一下本嫂的雄风。 如若不然说到这里, 刚刚那鸣摔道在地的男子正爬起来, 一脸猙獰万分地盯着凌云, 一副要将凌云碎尸万段的样子。 可他的身子刚爬到一半, 正打算偷袭凌云时, 凌云脑海之中一道灭魂波斗然涌出, 轰击在那男子灵魂之上, 那男子大脑一阵混沌, 身子顿时一软。 砰,他再度砸在了地面之上, 这一次将鼻子都砸扁了, 眼睛都肿了, 面目全非。 不然这么样, 也在这时, 一名中年男子面色阴沉地走了出来, 在他身后还有十多名怒气腾腾的青年弟子。 第379章让你识招, 凌云从那名中年男子和他身后弟子的服饰上一眼就认了出来, 这一群人正是阴鬼门的人, 而那中年男子修为在第五境七重后期, 在这一群三流宗门之内, 也算是实力十分强劲了。 他盯着凌云, 眼神冰冷到了极致, 哪怕就是这里其余宗门的人, 都会对他们阴鬼门客气十足。 这小子倒好, 一出来就说他阴鬼门的人没种, 还让他们站出来跪舔脚趾, 简直不可饶恕, 你应该就是就是阴鬼门的门主了吧。 面对对方的冷意, 凌云则是风轻云淡地看着中年男子, 哪来的狂妄小子, 竟敢在我阴鬼门面前如此放肆, 更如此跟我们门主说话, 马上跪下磕头认错, 否则我阴鬼门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悔恨终生。 中年男子还未开口, 他身后一名青年弟子便是率先跳出来以止气使地喝道, 滚,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在凌云滚自说出口的时候, 他的灵魂力量再度沟通魂纹杯, 一丝灭魂波便是如同水波荡漾一般, 轰击在那青年的灵魂之上, 令得那青年的身体陡然之间倒在了地上, 抱头打滚, 痛苦哀嚎。 怎么回事, 那小子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周围的人见到这一幕, 都是大吃一惊, 之前那虎被熊腰的男子在凌云身边 三次莫名其妙地摔落, 摔得面目全非。 这一次阴鬼门的那名弟子竟然也莫名其妙地倒在了地上, 仿佛受到了什么巨大的折磨一般。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就连阴鬼门的门主鬼刀此刻都是眉头紧皱, 对凌云终于有了一丝正事。 小子, 你这么大呼小叫地叫我阴鬼门出来, 到底所为何事? 鬼刀冷冷问道, 凌云也语一笑, 也不管弯抹角, 直截了当地道, 我听说你身上有着一尊古神塔。 我对那古神塔非常感兴趣, 大家以和为贵, 你自觉一点, 将古神塔给我, 你看怎么样。 凌云的话, 让周围的人都愣了愣, 这小子竟然妄想让阴鬼门的门主鬼刀拱手将宝物相送。 这不就是挑明了要打劫鬼刀吗? 这还叫以和为贵, 鬼刀面色就更冷了, 凌云刚刚的表现本就已经触怒了她, 但现在无疑让其彻底暴怒。 小兔崽子, 本来身为阴鬼门的门主, 我不该自降身份, 以大欺小。 但你今日你竟如此目中无人, 我觉得作为前辈, 有必要给你一些教训。 你不是想要古神塔吗? 可以, 只要你能够在我十招之内不死, 我就将古神塔拱手送给你。 鬼刀眼神已经完全冰冷了下来, 所有人都知道, 他对凌云起了杀心。 别说十招, 在其余人眼里, 一旦鬼刀真的出手, 最多三招, 就可以要了凌云的性命。 如若鬼刀出手再凌厉一点, 甚至一招结束凌云的小命都很有可能。 十招是吧, 既然你想要装这个逼, 那我就奉陪到底。 这样吧, 我就站在这里, 一动不动让你十招, 若你能够伤我一根汗毛, 那古神塔我便不要。 不但不要, 我还会并给你们因鬼门赔礼道歉。 凌云的话如同石破天经一般在所有人耳边乍响。 一动不动让鬼刀识招, 只要伤及一根汗毛就赔礼道歉, 这小子脑袋被驴给踢了吧, 不自量力, 既然如此, 那我就成全你这个小子。 鬼刀已经不想再跟凌云多说废话下去了。 只见他身子突然暴跳而起, 整个人煞时间如同猛虎出山, 气势十足。 拳击, 强硬的一道铁拳, 呼风唤雨一般的朝着凌云的脑袋狠狠砸了下去。 那小子完了, 见到鬼刀一出手就如此迅猛, 周围所有人都认定凌云在这一招之下就必死无疑。 但让周围人意外的是, 凌云面对鬼刀这等攻势, 竟然真的一动不动, 双手还凶, 丝毫没有任何要出手反抗的打算。 毫无意外, 砰, 那一拳重重地落在了凌云身上, 可这一拳之后, 原以为惨烈的一幕并未出现。 不但没有出现, 接下来的一幕更是让在场所有人都是大跌眼镜。 因为他们竟然见到, 凌云若无其事地站在原地, 毫发无损。 相反那鬼刀反倒是受到了一股反翅之力一般, 竟然是突然倒退了几步。 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所有人都是吓了一跳, 包括鬼刀自己, 他且身体会, 刚刚自己那一拳, 就如同落在了钢铁之上不但, 不但没有对凌云造成任何影响, 反而他自己的手臂一阵酥麻。 这小子的肉身能力尽恐怖如斯, 不可能, 于是, 鬼刀再度出手, 这一次连续五拳轰出, 打算一次性将凌云彻底击溃, 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 可五拳过后, 刚刚那一幕再度出现, 凌云身如磐石, 站在原地, 但鬼刀再度暴退束部, 天啊, 我没眼花吧, 莫非那小子有什么防御宝器, 可我仔细查看了一番, 并没有任何防御宝器啊。 周围所有人的下巴都掉了一地, 这一幕, 实在是太冲击眼球了, 谁曾想到, 一个其貌不扬的矛头小子, 在第五进七重后期舞者面前, 竟然可以如此轻松地扛下六拳, 最不能接受的还是鬼刀, 对他来说, 这就是奇耻大乳, 裂空掌, 这一次, 他干脆直接亮出了一套武学, 而且还是地阶中成武学, 灵力无比的掌印如同刀锋一般 披在了凌云的肩膀上, 周围所有人呼吸一致, 心想这一下凌云总该遭殃了吧, 但他们错了, 那一掌刀下去, 凌云依旧没事, 笑如春风, 地阶上成武学, 鬼刀怒掌, 鬼刀依旧不甘心, 更加棒驳地掌势滔天而来, 这一次凌云悄无声息将交莽便施展到了极致, 砰, 鬼刀连批两掌, 却让鬼刀和周围所有人崩溃, 因为, 凌云还是没事, 连第五进上乘武学都奈何不了凌云分毫, 此季, 剑场若真可闻,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盯着凌云, 仿佛在看一头怪兽一般, 你已经出手九招, 现在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了, 如若你还不好好把握的话, 那可就只能将古神塔乖乖交出来了, 所以, 为了守护住古神塔, 也为了你的尊严, 加油吧, 凌云笑咪咪地道, 这个时候竟然还有心情鼓励鬼刀, 鬼刀文言, 怒不可遏, 第380章没有活着的必要了, 以凌云的脾气, 面对阴鬼门这些人, 本来应该直接上去就一套干掉, 才不会跟他们浪费这么多时间, 但凌云现在之所以选择如此, 无非就是两个字, 造势, 不是为龙武帝宗造势, 而是为凌云自己造势, 龙武帝宗现在还是一个小幼苗, 经不起折腾, 可凌云就不一样了, 他天不怕地不怕, 再多麻烦找来都没事, 一旦他将自己的名声打造得响亮了, 以后等龙武帝宗底蕴丰厚了, 自己在高调加入龙武帝宗, 那不也就等于给龙武帝宗造势了吗? 所以, 他要在从阴鬼门身上拿回古神塔的同时, 震慑住在场其余势力, 这些势力几乎都是青龙玉的三流势力, 先在他们之间打出名声, 然后他们一传十, 十传百, 以后自己名声想不大造都难, 不过, 鬼刀还未动手, 天空之上, 一道剑音出现, 赫然正是阴鬼门的庶民弟子, 这些阴鬼门弟子是追随凌云而来, 想要给鬼刀通风报信, 因此, 阴鬼门的弟子一出现, 立即就指着凌云对鬼刀道, 门主, 就是这小子, 不但中伤了执法长老和太上长老, 还将我们阴鬼门的藏宝阁洗劫一空了, 那名弟子的话, 可谓是平地里的一声惊雷,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闻之恶然, 这小子竟然洗劫了阴鬼门, 真的假的, 此话当真, 鬼刀也不敢相信那阴鬼门弟子的话, 但那阴鬼门弟子还未开口, 凌云却抢先开口了, 他说的没错, 你们藏宝阁的东西都在我这里, 说着, 凌云还从自己星辰戒指中拿出了几件阴鬼门的宝物在鬼刀面前晃了晃, 小子, 我必要你命, 鬼刀气急败坏, 甚至这一次直接拿出了他的兵器, 那是一把玄机宝器, 暗影流心锤, 我的天, 鬼刀这是真的要动真格了, 那可是玄机宝器, 就算那小子肉身能力再强, 恐怕也难以抵抗下来吧, 周围的人见状, 都是目露惊疑, 你还有最后一招, 尽管动手吧, 可凌云却毫不在意, 还是那副丝毫没有将鬼刀放在眼里的样子, 那就去死吧, 鬼刀更是气炸, 低鹤一声, 就挥舞起暗影流心锤朝凌云砸来, 砸来的过程中还施展出了一套锤类舞学, 当那一锤挥舞下来的的时候, 整片空间似乎都抖动了一下, 砰, 一锤下去, 一道巨响轰鸣而起, 并未有任何惨叫声, 也没有血肉横飞的声音, 所有人一震, 然后就见到凌云身体表面金光炸现, 而鬼刀的铁锤虽然砸在了凌云身上, 却依旧还是没有给凌云造成半点损伤, 凌云只是说过她一动不动, 又没说过不能使用不灭金身, 在不灭金身面前, 区区一件玄机宝器算得了什么, 就算是珍宝鸡宝器, 都未必能够伤及凌云, 呲, 见场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 谁能想到, 这小子真的一动不动接下了鬼刀整整十招, 这等能力, 实在是超乎想象, 怎么会这样, 这怎么可能, 最无法接受的, 自然就是鬼刀本人了, 他一度对自己的实力自信满满, 直到此刻, 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唯有凌云, 一脸淡漠, 他看着鬼刀, 十招已过, 现在总该将古神塔乖乖交出来了吧, 鬼刀惊恶地看着凌云, 面色阴沉无比, 我没有古神塔, 这句话一出, 凌云淡笑的神情立即就阴冷了下来, 你想耍赖,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明龙三, 我有三大准则, 第一个, 得罪我, 杀, 第二个, 忤逆我, 杀, 第三个, 欺骗我, 杀, 很荣幸, 你三个都占满了, 凌云自然不会说出自己的真名, 而龙五的名号他已经作为龙五帝宗宗主的时候用了, 因此就再重新换了一个新的化名, 至于三大准则, 无疑也是为了震慑众人所用, 龙三, 怎么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号, 如此年纪轻轻, 却实力非凡, 难道是四大宗门的弟子, 周围人一阵骚动, 四大宗门, 是什么玩意, 我龙三向来独来独往, 除非是那种超级无敌的大宗门, 才有资格让我家族, 区区青龙玉四大宗门, 在我这里什么都不是, 凌云怒喝一声, 让在场所有人浸入寒蝉, 甚至就连鬼刀, 都开始有点打颤, 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到底将不将古神塔交出来, 凌云冷眼一瞪, 冷意自其体内抱涌而出, 鬼刀何曾被人如此威胁过, 纵然内心有几分震颤, 但却并不妥协, 当即对身后的阴鬼门弟子道, 你们所有人一起上, 限制住他, 他就不信自己还针对付不了区区一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小毛孩, 那些阴鬼门的弟子本来就对凌云非常不爽, 虽然凌云之前表现十分强势, 但在他们眼里不过只是凌云的肉身防御强大罢了, 因此并不忌惮凌云, 全都朝着凌云杀了过去, 至于鬼刀, 双眼一凝, 站在一旁, 伺机而动, 打算将凌云一击击溃, 讲死还不容易, 凌云非常干脆地将青龙战剑拔了出来, 龙武剑绝, 轰轰, 数百条紫色雷龙在空中咆哮, 旋即纷纷暴掠而下, 不过虚于之间, 所有阴鬼门的弟子竟然全都被那紫色雷龙轰死, 所有人见到这一幕都是满目惊恐, 一招秒杀众多阴鬼门弟子, 要不要这么夸张, 杀这些小罗罗, 本来凌云是无需用到龙武剑绝的, 但为了震慑周围势力的人, 他还是大才小用弟使用了出来, 但也在使用出来的瞬间, 凌云清晰地感应到了雅底深处传来一种更加强烈的波动, 那种波动跟龙武剑的波动似乎更像了, 难道真是龙武剑的波动, 使他感应到了龙武剑绝, 心中沉吟, 凌云的目光变得更加炽热了几分, 但他并未过多想下去, 等雅底的死气散去, 下去看看就知道了, 于是他的双眼猛地落到了鬼刀身上, 既然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都不好好珍惜, 那你也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